随着开拓者拿下森林郎 今天的NBA 常规赛所有比赛均已结束 现在排名1到7基本定型 季后赛第一轮马次 VS 辉雄 火箭 VS 雷霆 爵士 VS 快船 唯独勇士的对手还有很大变数 开拓者现在暂时以1.5个胜场领先决金 而接下来的比赛赛程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三场比赛将决定未来的排名 蹄虎和小牛现在失去了季后赛的争夺 处于锻炼年轻队员的阶段 所以决金和开拓者相比容易拿下 马次是全力为季后赛蓄力 他们的轮换及轮休基本已经是日长日成 只要开拓者自己不出问题 马次肯定不会使出全力 这样一算 最能影响排名比赛就属雷霆两战决金和爵士战开拓者了 爵士需要保住 第四拿到主场优势 所以不会轻易让开拓者拿走胜利 要是开拓者输给爵士 最后第八的决定权就落在了雷霆和绝金的胜负上 绝金要是马力全开 打绝金也还是完全可以一拼 另外 雷霆在自己的位置基本不变的同时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让微少轮休两场 这样的话 结果就不一定了 值得一提的是 开拓者的双枪带队多以外线为主 勇士对外线为主的球队防守端坐的比较好 少了内线努尔基奇的开拓者 第一轮遇到勇士 基本造不成什么麻烦 而绝金又有不同 内线约基奇完全可以打爆勇士内线 而且进攻点相比较多 记得在杜兰特没受伤之前的一场对绝金的比赛中 绝金在约基奇的带动下 硬生生的抢走了胜利 或许实力有差距 但足以让勇士忙活一下 小编就想 要是雷霆想让勇士第一轮难受 是不是可以决定 让绝金成为第八 偿